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就是關於方力申 和這個泳總開波 方力申在這個社交平台提及到他所開辦的這個泳會 有一名學生比賽成績優異 但因為泳會級別的問題而未能夠參加這個錦標賽 他在這個社交平台發長文表示不滿 方力申接受傳媒訪問時提及這件事 他表示這件事由去年已經開始 他們的泳會有一位弟弟哥達到這個優錦標賽的成績 但基於他們的泳會在總會中的級別叫做競賽熟會 所以競賽熟會有條例寫著 就是什麼賽都可以游,除了錦標賽 因為錦標賽是會計分的 方力申覺得不太公平 因為這個小朋友游得很好 但因為這個體制而局限了小朋友參加比賽的機會 方力申也提到 自己想過很多方法去解決問題 他說不如你不要計分給他游 甚至乎你不給他獎牌也可以 但你沒有理由作為一個總會 你不是希望可以提攜人才嗎? 那這些泳會不行的時候怎樣呢? 他們沒有這個上一級的機制 那就算有了,有了 但是不透明 即是說他上一級就要退會 之後你要再申請過 一年就可能第一次審核 這樣就有機會了 但是方力申就表示 等到這個時候 意思就是問到睡了 已經太遲了 方力申就說難一點 你等人退會的難度 他就以自己為例 說自己從中午開始已經沒有打過灼球 但那個Locker一直是保持著 意思就是做人要留住一個有利的位置 就說你要別人退會 再申請一個新的屬會是很難的 方力申就批評泳會的制度是不透明 加上泳會的回覆 即是總會的回覆 一路都只是解釋制度 就沒有直接解決 怎樣可以令到小朋友參賽的一個問題 即是我問你怎樣幫小朋友參賽 你就給我解釋制度 甚至乎可以算得上 握殺小朋友參加比賽的一個機會 方力申就表示 除非小朋友轉去其他的會 即是你要這三十四個會 包括他在內的競賽屬會 即是不用搞訓練 只教小朋友游泳就行 但不應該只教屬會 怎樣教得人厲害 他說你應該是想辦法 令到更加多的人才出現 而不是在這裡搞這些制度 他的意思就是 方力申就說 以前一路都知道 這些屬會是不能夠 租這個康民署的線 但沒想過 原來連比賽都不能參加 方力申在訪問上提到 總會的回覆令到他覺得很生氣 總會的意思是說他是多身事端 他就很生氣 畢竟自己也曾經為港珍光過 還要幫總會做了這麼多年 你說我是搞事的 但現在很明顯就是 方力申就是為了這件事好 明眼人都知道什麼事的時候 還說這個總會就是抹黑方力申 他覺得很無奈、很難忍 現在方力申透過中間人 去處理這件事 也想透過輿論去處理這件事 如果總會都不能理會他 他就唯有幫小朋友去轉會 安排小朋友去他的泳會那裡游 即是去朋友的泳會那裡游 希望出到賽 不要埋沒這個好成績 方力申就說這件事會繼續爭取 也說有議員幫他 很多人支持他 我覺得很古怪 什麼游泳其實不是鬥快的 誰快就可以參賽 搞到跟什麼會 又說跟哪條水 很奇怪 你老母的游泳就是鬥快 你那些什麼總會 搞這麼多屁股事 屁股什麼制度 其實目的是只有一個 就是貪權 就是想控制人 讓人聽你說 要聽你之敵 所以你游得快是沒有用的 你如果不聽他的會話 讓他忍舊就不用參賽 我只能說 這些是難位的運動員 運動員 練習練得這麼辛苦 練得好成績出來 原來還要拆你鞋子 鞋底 屁股你老母 那些總會 你又要搭人奔咒 一問你怎麼參賽 解釋制度 給我聽 你老母 很討厭這些 這些總會 我以前參加過的 那些台拳道比賽 都是這樣 屁股你明明我打得贏 他肯定不斷舉 舉那條牌 不是舉牌 舉那條絲帶 說對面那些人贏 我打得他仆街 屁股你想到他贏 我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因為我犯規 還是怎樣 接著我問多兩句 我師傅說 你當然是輸 人家三個都是同一個會 即是對面比賽的對手 他們是屍屬 那人家就贏 我說這樣 屁股你這麼黑暗的嗎 屁股你老母 那你說台拳道這些 沒辦法 灰色地帶 我又不是KO他 是不是 我打到他跌在那裡 是這樣 沒用的 人家就是喜歡舉他贏 吹 我明白 但游泳這些鬥快 都是覺得黑傷作嚴 屁股你老母 來日子都很好 所以算了 運動員這些 有時候看到這些體制裡的比賽 都覺得很淒涼 人家鍛鍊得那麼辛苦 就要被你們懶狗 唉 希望方力生這件事 搞得好 處理得好 幫到小朋友 都沒什麼特別 我覺得這件事值得說 要關注一下 即是你問我這件事 我是不是很多東西想分享 其實我又不是 但我覺得這件事值得要說一下 讓大家知道多點 了解多點 關注 方力生加油 我小朋友也加油 今集講到這裏 沒有什麼特別 那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 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